2 1 Go 南瓜一落地就代表萬聖節的中頭戲即將登場 就是狗狗變裝大遊戲 印第安瓊斯出場了 這是爭奪赤即將挖出土的大屁股 不過紅惡魔也不是省油的燈 氣勢相當嚇人 接著登場的是被主人吊上岸 穿著鯊魚裝的沙大屁股 全美國最大型的四隻獎聚會有遊行 就是萬聖節狗狗變裝走秀 邁向了第八年 超過600隻小狗參加 哥哥神舅舅氣揚揚 猛殺粉絲們底片 評審一一評分 狗狗寵物界一年一度的新瓜大道就在這裡 參賽的狗狗們將會走過人行道大繞一圈 除了評審還有工作人員不定時的打開 若發現小狗穿這個服裝呢 如果有點不舒服 將會立刻被取締 取消參賽資格 在主人精心打扮之下 狗模狗樣展現大明顯的 最強眼的將可以奪下最高榮譽第一名 不過主人們也要列入氣氛範圍 I'm a sheriff of my two dogs they steal things and so we figure this would be a good way to show our dogs off I guess 哎呦 穿著球服還拖著腳 聊的小狗犯人關在球車裡 水翁翁翁的眼睛真像是有滿腹委屈 這將入圍最佳劇情獎 至於把握休息時間和黃金寶藏睡在一起的海盜黑狗 他將和同伴以及主人爭奪最佳團體獎 Why did I want to be in the parade I didn't my dogs did So you know they came out with it Yeah they told me we want to be in the parade Make us a float dad 同樣角主最佳團體還有這一家四口 可是大家有來頭 They've been geisha's they've been flowers They've been sushi so this year surfers so we don't know what's next year But we'll see 至於最上鏡頭獎應該就屬西部牛仔 來自愛爾蘭重達85公斤的皇家獵犬 快要向一匹小馬獲得小屁氣愛 競爭激烈主人們用盡心思絞盡腦汁 就是要讓自家狗兒脫穎而出 原來得獎者可以免費獲得12個月的狗糧食 也就是說主人炫耀愛犬得到榮譽 狗兒則是靠自己賺到糧食 可以填爆一整年豆子 中西部有海華入山雞 層